在香港反派演员中 有一位是不能不提 他没有那种一见就让人感到害怕的面目 也没有那种盛起凌刃的气势 却将坏人形象出演的出神入化 以至于家喻互相 他就是温兆伦 相信对于很多喜欢港剧的70后80后们 都应该对温兆伦病骨陌生 温兆伦原本是以唱歌出道 从小就喜欢唱歌 也参加了一些歌唱比赛 经过一些波折 做过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 之后还是被唱片公司看中 并且成为了一名全职歌手 但没有想到的是 温兆伦在演戏上更具有天赋 在1988年出演的第一部古装戏中 温兆伦就展现出了 其在表演上与众不同的一面 不久就在电视剧《义舞荣情》中 出演反派角色丁有康 从而使温兆伦一举成名 其后温兆伦又出演另一部热播剧《我本善良》 在其中出演男主角齐浩南 一个丁有康 一个齐浩南成就了温兆伦 据说在当年 电视剧《我本善良》 成为香港观众投票 最受欢迎港剧的第一名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齐浩南之后 港剧再无可恋之人 由此可见 温兆伦在当时的受欢迎成功 即使在多年后 《我本善良》 依然是最受欢迎港剧前几名 温兆伦出演的齐浩南 因此成为了港剧中的经典人色 值得一提的是 温兆伦也曾出演过周星驰主演的电影 在1992年 由周星驰主演的电影《鹿顶记》中 温兆伦出演其中的康熙 也是帅气十足 霸气十足 和周星驰演对手戏 很是精彩 堪称周星驰电影中的最帅配角 可能是太受欢迎的原因 另外温兆伦又是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所以在情感上也是绯闻不断 甚至经历了几次婚姻 而其和前妻的一些纠缠不休 也导致了温兆伦的人气急速下滑 并且造成了负面影响 温兆伦的第一任妻子 是马来西亚籍香港小姐李美玲 但婚后就传出温兆伦绯闻 不久两人离婚 却声称是因为妻子不守复道的缘故 温兆伦的第二任妻子 实际上是其前助手 因工作关系而走到一起 但这段婚姻依然没有维持多久 依然闹得不欢而散 据说两人还一起炒房 结果赔了个精光 无奈之下 温兆伦到了内地发展 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 而在内地 温兆伦也是没有停歇过 却都没有走到一起 甚至还传出温兆伦财色门 女主角温家荣声称和温兆伦相恋多年 却遭遇温兆伦片财骗色 直到近年 温兆伦才安心娶了 比自己小20岁的内地女星赵婷 随后在去年生有一女 在内地发展期间 温兆伦也很顺利 虽然大不如从前 但毕竟知名度在那 不过 在内地拍戏也是不做选择 拍了不少垃圾剧 都是毫无影响 或许温兆伦是为了生存的缘故吧 有消息说 温兆伦一度还沦落到去洗脚重劳金 门票只要几十元即可 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就在不久前 52岁的温兆伦 还晒出了自己的千万元豪车 大有炫富的意思 也引来了网友的争议 既然能买得起千万元的豪车 可见温兆伦的生活非常惬意 和富足程度 实际上 温兆伦早已不需要通过拍戏唱歌 来养活自己 温兆伦经过多年的积蓄 经营有多家时尚生活馆 那一品牌和美发连锁机构 早在2011年就有报道称 温兆伦旗下产业营业额 就达到十亿元 所以温兆伦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豪 温兆伦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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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兆伦下产业